那我们这里面呢 刚刚大概把那个分析的想法 先跟各位分享 我们就来画第一张 第一张视觉画图表 各年的销售统计 各年销售统计 您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我们因为各年嘛 各年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跟日期有关系的资料 例如说订单的日期 所以快速点两项 他就会跑来这个地方 年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销售 各年销售 所以就快速点两项 这个测量子里面的销售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选择一种可视化的那个 show me 视觉画报表 例如说 我用直条图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稍微转移一下 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呈现出来的结果是说 2015到2018年 这四年的一个销售 发现 发现2015年 2015年 它的销售是48万 2016年是47万 而且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会发现2018年 它是比较高的 好 那我想这样子的内容呢 这绝对是 e-sale 它都很容易做得到的 那可是在这个地方 可能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有没有什么 它是很难做到 举例来说 假如说我今天 我拿到的是个日期资料 我可不可以点选这个year 点下去之后 它就把各年各季的内容呈现出来 可以发现我们公司的一个营销成长 它是阶梯状的这样子的成长 再点一下这个记的加这个符号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什么 它又下探到月的方式来去成长 好 所以它可以很快的去呈现这样子的内容 那除了这个 除了这种分析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叫做淡忘记分析 淡忘记分析 例如说我们点选这个quarter 可以发现 我们这家公司 它的一个成长 它好像第一季比较差 第二季比较好一点 然后第三季更好 第四季达到最高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能不能有知道淡忘记 好 所以冬季卖得最好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去切换到 以月份来去看 会发现 好像一到八月 一到八月 还有 还有这边十月 它的业绩不是很好 比较好的业绩是九月 十一月 跟十二月 这些都可以快速经由大数据分析工具 来去做展示 一些稳定的 感谢观看